有一種狀況 因為剛剛講的就 你看光一個醫療險 就這麼複雜 對啊 還有很多是意外險啊 各種險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被保的是沒有 在什麼範圍裡面 到時候都申請不到 對 像這種 疾病或是意外發生的成因 就會產生一個 投保範圍的爭議啦 那之前有遇過一個案件 我跟他報告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人他的公公 他買了一個傷害險 那傷害險就是所謂的意外 俗稱的意外險 那意外險它主要是投保說 就是以外在事故 發生的 產生的傷害 才會去賠給你嘛 如果你是內在所發生的疾病 他當然是不賠啦 因為那不是意外險的範圍嘛 那有一天呢 這個公公呢 覺得身體不太好 後來發現是因為退化 而產生了一個 所謂的僵直性脊椎炎 反正就是因為老化 所產生一個非常 算是正常的疾病 那時候是這樣講的 那他有一天在打掃的時候呢 他就 還是覺得說有點怪怪的 還是再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覺得真的不行 就開始買保險 那這時候因為保險 還是有健康告知的義務 他也有把他退化的這個毛病 跟保險公司講 那經過保險公司合可之後 最後還是有投保沒有錯 有一天在家裡面 在這個公公在運動的時候 在家裡運動 就跌倒 那你知道老人知道跌倒 就非常非常嚴重 那這時候就跌倒 撞到後面 被這邊 然後就導致了他的這個癱瘓 那因為癱瘓這個東西 其實就已經達到 這個保險的給付程度了 對啊 那所以說當然他的 他的就是子女們 就幫這個公公呢 去申請他的保險領培 那這個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就覺得說保險公司回覆 你這個不能賠喔 為什麼 他認為說 你的癱瘓 不是因為跌倒所造成的 他怎麼說 我覺得 他說單純就我們公司評估喔 我們公司評估 是因為你的僵持性脊椎炎 要不是你有這個僵持性脊椎炎 怎麼可能會癱瘓 那很難講 對啊 說跌倒 保險公司都是那個 辯論社出來的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比較白話的說法 他當然 當然上面不會這樣寫 可是白話文來講就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當事人就很不服 那這個 這個部分就進到了這個 平易中心去 那平易中心去調查的結果 也是駁回喔 並不讓 進去就是說 你不能賠 為什麼呢 因為平易中心去調查這個醫生 那也請醫生出去意見 那這個醫生的結果是說 這個僵持性脊椎炎 跟跌倒 可能都與他的這個癱瘓結果 有因果關係啦 因為其實醫學上不太可能去 跟你百分之百保證說 一定是A 一定是B所造成的 所以醫生就會出這種保留意見 因此被駁回了 後來這個當事人就開始 只能尋求法律的協助 就請到法院去了 那我們就跟法官說 奇怪咧 你就好像說 我開車撞到人 是因為我沒綁安全帶一樣 對啊 有開車撞到人是事實 我沒綁安全帶也是錯誤 可是這兩件事情 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子心脊椎炎 跟跌倒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主要還是這個跌倒所造成的 那其實在訴訟上面 原則上應該要原告 也就是投保的這個 就是這個藥保人 或是被保險人 去舉證說 我的跌倒 跟我的癱瘓有關 應該是我們要舉證才對喔 如果舉證不出來 我們就要輸囉 原則上是這樣嘛 可是因為我們一直跟法院去 就是去這個爭執這件事情 後來法院其實也願意去個案說 這個案件因為公平性原則的關係 畢竟你這個被保險人 並不是醫療專業 你們保險公司也不能空口否認說 你這個疾病不是造成 不是你這個癱瘓 不是因為跌倒造成 就兩手一抬什麼都不舉證 所以也把這個舉證的責任 丟回了這個保險公司的身上 所以因為保險公司 也舉付出證據來說 好像也不是 就是你沒有辦法證明不是 證明沒有關係 對 現在就是存在一個 就是真相不明的狀態 畢竟醫生都受不住 所以最後法院就說 保險事故也就是那個癱瘓的發生 跟他的跌倒 跟退化都有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能說 直接就讓這個保險公司 直接聚配啦 那我們回過頭來 去檢討這個案件之後 就覺得說 如果當初在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診斷書如果寫說 這個跌倒 是用外力所造成的 就是有記載清楚這一塊的話 那可能在後續申請禮唯 或是訴訟上面 也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而不是讓醫生去寫一個比較 就是沒有這麼清楚的 這個診斷證明 那所以我們在看醫生的時候 就是要跟醫生講得很清楚 我今天跌倒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 講清楚也要 並不是你指導醫生 醫生就會這樣買單 其實這個是非常困難的部分 尤其在判斷說 這個最後的結果 究竟是疾病造成的 還是意外造成的 這常常是 這這一類的意外的險 它最大的爭執 所以醫生去作證就會說 我不能判斷究竟是 僵直性脊椎炎 造成你的這個情況 還是因為純粹跌倒的狀況這樣 他們兩個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常常都很聽到 人家說 我保了一大堆 結果譬如說保了A B C D 然後最後我得到了一個 有沒有號碼 然後結果F沒有費 或許人有時候買保險 就跟買樂透一樣 真的 對不對 因為有那麼多選項 你通通都要選 而且像現在的保險 其實細節分的是更多 項目很多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燕麗姐 就是說我如果不想要落高去 我要怎麼來安排我這個保單 像我二十年前就買醫療險 那其實那個時候的主流商品 叫做 意思就是你住院幾天 你就可以理賠幾天 不過好 你知道 我當時運氣很好 我有買育額 也有買十字十負 那其實後來我自己發現 那我萬一生病的話 反而住院的機率不高 我幾乎都是門診手術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反而是十字十負能夠派上用場 對 那現在十字十負 比較主流型的商品 大概是十五萬二十萬 買一張十字十負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保額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十五二十是指每個月 保額 不是每個月要付的錢 嚇死人了 是你的保上的上限 對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萬一我怎樣的話 可能好像十五萬到二十萬的 給付的金額不太夠 所以我要買兩張 這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叫做 就是你可以買兩張 那一張如果是十五萬的話 你的保額兩張就是三十萬 對 那確實上我有個朋友 他之前就是 攝護腺有一點狀況 他就用達文西來做手術 對 那次手術也是二十幾萬 對 達文西出馬也是很貴的 對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張 十字十負的話 他確實是不能夠解決 還有照顧你所有的問題 那第二個方向就是 我也是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你可以買 一次給付型的商品 什麼叫一次給付型的商品 比如說像癌症癌 或者是重大傷病癌等等 就是萬一我們真的出了 一些狀況的話 這些一次給付型的商品 它可以給你一次給付的金額 比如說像有些朋友 他得癌症了 那不僅是你要 可能要請看護 或者是要吃一些新藥 其實這些金額加起來都很大 所以只有一次性給付的 這樣的一個金額 才可以解決大家的一個問題 對 那第三個 我覺得比較可以思考的是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 那我到底是要買中生型的產品 還是要買定期血 我覺得這滿有意思的 就是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我還是會鼓勵你買中生型的產品 像定期血的話 最多只能保到七十歲到七十五歲 可是我們人真正在生病 真正需要的 在七十五歲以後 而且我又很有把握 像我爸今年九十歲還活得很好 現在大家都滿長壽的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只買定期血的話 你可能後面真的需要 你會用不到 最更簡單一個做法是什麼 年輕的時候我預算不夠 我先買定期血 等到我薪水增加了有預算 我再轉買中生醫療險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方式 現在還有中生醫療險嗎 有 但是很貴 比較貴 對 保險公司它在調查的時候 它一定是在 有時候它就是比較 站在公司利益的一方考量 因此它就會找一些小毛病 而最常我們會犯的毛病就是 那一份藥保書 那一份藥保書 就是我們 簽名的那一份 那保單有時候 藥保人不一定是你自己 比方說 季晴現在保了一個醫療險 結果可能是 你的阿娜達幫你保的 那他就是藥保人 沒有 最常發生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保險 藥保人一定都是父母 對 那這個時候通常 如果不是兩個人同時在場 那個受益人 那個被保險人 往往通常都是要把人代簽 好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現在要幫我太太 保險對不對 那我幫他保的是一份 死亡的受險 或者重大疾病的那種 就是可能比較會牽扯到 做假的 這聽起來為什麼怪怪的啊 對啊 你要幫他 我把保險為什麼不告訴他 你講的道理啊 是不是覺得怪怪的 會幫你國際說 那你叫你老婆來簽名啊 通常不是會叫當事人來簽 那書面為之指的就是 在藥保書上面簽名啊 所以如果到時候 真的有什麼意外 一發現那個簽名 是你自己代簽 你是不是怪怪的 你曾經我喔 是不是 OK 那我就來講 可是就發生過 這樣一個糾紛 有一個充壓機的工人 他就去保了醫療險 他中午保 而且是女兒幫他保 因為女兒說爸爸 你這個充壓 你工作危險 我幫你保啊 爸爸也說好 OK 然後結果中午保 晚上他左手四肢手指就斷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是不是覺得怪怪的 那我覺得好險他有保啊 我們都會這樣想 可是保險公司可能會說 哪有這麼多的事情 對啊 好像有道德風險 沒關係 保險調查員就來了 你手當四肢手指是哪一手 左手 那你都是右手在寫字嘛 對啊 那不影響嘛 來 你簽一遍我看看 要對一下 好 那個 合理啊 阿伯就簽嘛 他很痛啊 所以他簽的時候 雖然是用右手簽的沒錯 但他寫字的時候就很痛 他就簽成 不像 他們 那不能等他不痛的時候 沒有 我覺得他們有 他們辨識那個筆跡的 一個很專業的方法 所以那個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你簽的 可是你知道我也有遇過這種 我覺得超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我開戶的時候 那時候我父母帶我去開戶 是十幾歲 然後後來這個帳戶 是當時我簽的名 可是後來我要去辦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住在桃園 比較遠 那我在台北要辦事情 所以我臨櫃的時候 他就叫我簽名 他說這簽名不像 我說我就長這個臉 我的本名就叫季晴 台灣是有幾個 他就說不行 我就不能辦這件事情 因為筆跡不像 可是我已經不記得 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怎麼簽的啦 所以有一點無解 有一點你知道 這個暗示講到這邊 各位覺得這個調查員 覺得有貓膩 他的靈感是對的 還是這個有阿伯說 我現在痛得這樣 當然簽得不像 他是對的呢 因為都怪 我們社會記者會覺得這個阿伯 好像怪怪對不對 還都厚 我告訴你喔 結果後來保險公司不陪 結果這阿伯就直接申訴 就剛剛我們一直在講的 不是告 告 是申訴 申訴 對 結果就派了比較資深的調查員來 人家這資深調查員就是不一樣 他就去把這個阿伯一千利來 去哪個銀行開過戶 優質開過戶 一千利 通通調過來 不像當初調查員 只是說你請給我看看 不然這是全部調來 然後比對 還阿伯一個清白 阿伯就在反倒 鍾伯哥還好你那一千萬 沒有領到 不然我們都聽不到 你這麼精采的故事喔 他就回家了 領到也是我太太在花 還浪費了兩隻夢想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按下午為並並沒有 小鈴鐺 小鈴鐺 一輪 太太太相似 閃落